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我们刚刚举了一只狗的例子 也可以了解 其实所有的生物 都是有灵芝的 所谓蠢动寒灵 而眼睛是灵魂之窗 最近刚好 上果林来了一只狗 他也自己跑来吃素 因为他全身有皮肤病 我们有一位法师非常仁慈 他把狗带去看病 慢慢把他的病治好 这位法师来问我 他说应不应该帮这一只狗 我说当然应该 不然我们的礼敬诸佛 从哪里修起 这一只狗 他的眼神 不知道诸位 注意看了没有 非常的祥和 非常的 憨厚 我们看到他的眼神 要想一想 我们的眼神比他好还是不好 可不能人比不上动物 我们时时拿这些 生活周遭的人事物 来自我反思 自我观照 圣学的根基所在 就在这一句 人之初 信本善 当我们非常相信这一句教诲 你的生命会不一样 你身旁周遭的亲友 也会不一样 因为你变了 他们也会跟着变 除了这个根基以外 我们又已经了解 弟子归 是所有事出 事间 圣人 教诲的 刚领 根基 所在 只要 每一个人 每一个家庭 都能依据弟子归 修学 那他的人生 一定会 有很好的发展 他的家庭 会往和乐的方向 去迈进 而每一个家庭 又是社会的 一个小组成 就好像 社会是一个器官 每一个家庭 是细胞 细胞好了 器官才能好 细胞不好了 器官铁定坏掉 要让社会不乱 首先 家庭要安定 而家庭安定的法宝所在 弟子归 这一本弟子归 是几百种 中国圣贤 家训的 总纲领 最精辟的一本 而且又不大 只有 一百 一千零八十个字 三百六十句 我们今天 从这一份 明白 相信自己 本善 相信他人本善 用这一份 纯善的念头 开始 去成就自己的学问 又成就他人的学问 所谓大学之道 在明明等 在清明 在止于至善 人生的目标 在于能 明德 明德是代表人 本善的心 第一个明字 就是要把这个善 整个发挥 彰显出来 那你就成就自己 不只要成就自己 还要亲民 去爱护 去爱护 身旁的亲友 爱护 人民 在这个亲民当中 还有一个延伸意 要新民 新旧的新 这个新的意思 就是要让每一个 你身旁的人 能够不断地转恶为善 转迷为悟 能够不断地苟日新 日日新 又日新 这样你就成就了 他的人生 在止于至善 这个至善就是 正己化人 都达到圆满 成就了他人 也成就了自己 其实啊 成就他人 跟成就自己 是两桩四骂 当你在成就别人的过程 你的慈悲心 唤醒 当你在成就别人的过程 你的习性 放下了 因为你念念想着 成就别人 你的我值 一点一滴啊 消退下去 一个真正行大乘之道的人 很可能三年 过得很充实 突然默然回首 哎哟 我的习气怎么都不见啊 因为他根本没想习气 因为习气也是假的 习气是不是真的 习气在哪里 各位朋友 习气在哪 虚妄 不死 你没看那个 恶主慧可 跑去问达摩 我的心不安 达摩主师说 来 你拿来 我帮你安 慧可说 密心 了不可得 这个心是什么心啊 虚妄的心 刹那在变化的那种心 心意识啊 根本找不到啊 密心 了不可得 达摩主师说 愚辱安心 敬 我帮你的心 安好了 慧可就开悟了 我们还在这里 迷迷糊糊 那才这些 虽然不能当下弃路 最起码可以少分弃路 我们来想想 这十分钟 假如你坐在那里发呆 请问这十分钟 有多少影像出现 一刻不停留啊 哪一个是真的 假的 他为什么有力量 你给他的嘛 因为我们不了解 这个妄心 根本是不存在 把他当做很真实 我就是这么贪 我就是这么撑 我就是这么吃 你越认知说 他是存在 他就越有力量 我们把假的认真的 把这颗本有的真心 认做没有 假的 所以他起不了力量 那假的东西 你给了他力量 这个叫认贼啊 做父 各位朋友 我们认贼做父 认多久了 真正的自己不认识 认识的都是那个忘习性 有一个人背了一包垃圾 背了33年 刚好我今年33岁 突然旁边有位置者说 老兄啊 你背那一包垃圾 你还 把他当作宝贝一样看 那里面是肮脏的不得了 的垃圾啊 你赶快把它扔掉吧 这么一提醒呢 把带子打开 哇 臭气熏天 请问 你认知到这一包是垃圾 下一秒钟 你会做什么 会怎么样 赶快把它什么 都是他障碍我啊 不然我可以走得更轻快 马上就把它扔了 下一秒都不会停 会不会有一个人 看了一下 哎呦垃圾 然后突然又想想 他都陪了我30多年了 还是舍不得丢 有没有 你怎么这么了解我 那是对垃圾没认识清楚的 谁喜欢认贼做妇啊 就不了解这些妄心烦恼 是真正残害你 生生世世的元凶啊 你认知到了 真的是 一刻都不希望 希望再跟他围伍了 而这一个习性 在大臣的修学 他非常的巧妙 因为你常常在那里想 我有贪 我有蹭 我有吃 我有身见 边见 见举见 借举见 邪见 哇一大堆见识烦恼 然后每一次想 刚好阿赖耶士又落一次 然后越落越强烈 我就是贪 我就是撑 有没有帮助 有没有帮助 现在的人想断见识 几乎已经快不可能 讲话要不要太武断 就说几乎不可能 其实根本不可能 因为你讲 因为你讲根本不可能 有些人就拿这句话来跟你抬杠 蔡老师你有看到吗 你怎么讲这么肯定 因为吃饱撑着的人太多了 这句话不是我讲的 民国初年以后 多少高僧大德在视线给我们看 有没有 谭虚法师说 他这一辈子没有见过任何一个开悟的人 只看过得禅定而已 开悟的 一辈子都没见过 我们台湾 成道的高僧 广清老上 根气相当不简单 结果你看他成就以后 见人就说什么 要念佛啦 他开悟的人太清楚了 没有这个方法 谁都出不去啦 他是大慈大悲 他既然用禅宗成就的 那他为什么不叫你修禅 他很清楚 他知道怎么修禅 他为什么不教你 他不教你 他就不慈悲了 那是太清楚 末法时代 一亿人修行 喊一个得道 唯一念佛 得度生死 但是这个话是佛陀讲的 就不会有人给他骂 假如是我讲的 人家就会质疑 所以我们讲话 要客气一点 而大臣的修持 他就是很善巧 让你念念为众生 把这个习性 很自然的断掉 可是关键在你对于大臣经教的教导 要依教 奉行 这一份对师长教会的恭敬 跟积极力行的态度一定要出来 你真正有做到了三年以后 你忽然回头 真的习性在哪里 去了一大半 我到澳洲去的时候 我不会拿筷子 活了二十多岁了 不会拿筷子 因为要荣寒珠 奉点头 下定决心 既然要学 就要学彻底 我就开始改成奉点头 那一个礼拜 几乎要给我的 这一只手发脾气 好痛苦 差不多一两个礼拜以后 慢慢转化过来 突然有一天想到 我以前怎么拿筷子的 我想不起来 你现在叫我 拿我也不会拿我以前拿的筷子 拿筷子的样子 因为那是虚妄的 错误 习性 改过以后 不沾你的身 你看孔夫子说 随心所欲 不于觉 他启用他的本善 好 我们现在要有这份信心 这份明白 开始 用我们的脑波 发出纯净纯善的信念 用我们的言语 行为 把纯心纯善演出来 这叫真正的好种子 这是明辅起始的 这是明辅起始的 种子教室 老上曾经说过 这个世间 人家人家不做的事 我们就来做 人家已经在做的事 我们就别去凑热闹 这句话听起来 好像也没什么特别 他意义可深远 因为 世人共争 不吉之物 现在的人 现在的人大半在忙的都是 一生带不走的东西 都是会让他 堕落的追求 而家庭里面最重要的 教学为先 不是国家教学为先 任何一个家庭 以至于任何一个企业团体 最根本重要的 在办教育 但家长现在忽略了教育 社会的细胞坏掉了 天下大乱 明明天下已大乱 要有几个人了解 教育才是根本解决的方法 要有几个人知道 用什么教育的方法 才能解决 70年代 英国汤恩比教授 他在世界是 享有圣民的哲学家 他的话 全世界都很重视 他非常语重心长的说道 解决21世纪的社会问题 只有两种学说办得到 孔孟学说 大乘佛法 其实这两个东西 是相容的 孔孟学说的根本在哪 人爱 大乘佛法的根本在哪 那慈悲跟人爱不是同一个东西 那为什么佛家要讲慈悲 他更有一个深意就是 是理智的爱 叫慈悲 而不是人世间那种 好恶的爱欲 要做个区别 当然我们儒家讲 人爱也是很透彻 我们看这个人字 会议字 左边一个人 右边一个恶 两个人 哪两个人 想到自己 就应该想到别人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那己所欲呢 你喜欢吃樱桃 就拼命拿樱桃给人家吃 你喜欢吃地瓜叶 就拼命地瓜叶给人家夹 这样是不是仁慈 己所欲 也要观察一下 他需不需要 需要了 再施于他 这个仁慈之心 是时时能替他设想 你在仁慈的过程 你的我值 一点一滴就在 放下 好 各位朋友 你听到一句话了 解决21世纪的社会问题 是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 你已经明白了 你往后的人生该干什么 社会都快要乱掉 地球都快要乱掉 你要明白方法 能不能袖手旁观 我这样好像有一点强迫 这样不能指导 这一段剪掉 真的啊 地球上大部分的人 这一辈子连明白这个道理方法 都没有机会 你从这里就明白啊 当中国人 也是要有很大的福分 中土 南生 那我们再深入思考一下 请问大乘佛法 跟孔孟学说在哪里 现在在哪 地质规 哇你们的认知 如此的深刻 在哪里被演出来了 在哪一个地区被演出来 中国 在台湾哦 你这么笃定吗 下课你带我去看看 我看哪里演出来 好像在上国林不错 今天走在一条小巷子 来了一群孩子 里面有韩国人 有日本人 有中国的小孩 你可不可以断定出来 哪个小孩是日本韩国 哪个小孩是中国人 不困难 当他走过来 连闪都不闪 跟你挤了一下 然后眼睛看看你 还有点不大顺眼 那是中国人的小孩 因为从小吃饭 他是皇帝 你怎么可以不让他走路 在家里谁都让他 他出去外面 他的习惯就是 谁都要什么 让我 你注意去观察 很多那个奶奶 爸爸妈妈 带着小孩去坐公车 刚好有一个位置坐下来 妈妈把他抱起来 妈 你总开了 我要自己坐 有没有 自私自利 韩国的小孩走过来 先往右边 往两边 退了一步 然后给你举个功 叔叔好 阿姨好 这种功签的动作 现在在中国人的社会 看不到 你看我们在看韩剧的时候 看商道 看医道 听说快要出王道 中国为什么都写这个道子 任何一个角色 都有他的 职责 他做人的本分 要守住 我们中国自己来派师道 师道有派出来 你们 今天晚上会看 孔子传 拍得相当的好 这孔子传对我的一生 影响甚深 你们看了以后再跟你们讨论 我跟孔子传的姻缘 很特别 我刚好要去买春秋战果来看 因为 人要见往之来 从历史当中 记取教训 看一个国也好 一个家也好 他之所以胜跟衰的原因在哪 我们引以为解 突然在要买春秋战果的时候 看到旁边摆了一套孔子传 哇 那个孔子传好比一个磁铁一样 把我吸住 想不买都很困难 结果就把它买回去 我买的那一个价钱 是最低价 两千七百块 你们现在去买都要四千八百块 很贵 在大陆买五百块 各位朋友 我跟你们有一个约定 假如你们到大陆看望我 我就送你们一套孔子传 你爱的你会把我抖 我不是电脑 每个人都输入我 我不可能 你不要客气 看到我就跟我要 这一套碟 确确实是拍得很好 把中国文化拍了出来 我们看韩国人把中国文化演出来 内心也是非常的欢喜 可是我们也要支持尽忽勇 有一个朋友到韩国去玩 韩国人非常自豪 带着他们去看古迹 而那些古迹都是唐宋时候 仿造中国学来的 见得很好 然后再介绍 这位朋友心里想 这才八百年 才一千年 像我们的古迹都 两千年三千年 你看 中国人去看这种古迹 会不会这么想 你才八百年 有什么了不起 结果他忽然 自己回光返照 人家才八百年 一千年 珍惜成这种地步 结果我们几千年 拿来糟蹋 可耻啊 自己父母的智慧 自己把他丢在一旁 然后是邻居把他拿来 奉为闺孽 珍惜的不得了 这是这一代中国人的 羞恨悲哀 你注意就看 韩国人会越来越强 假如中国人再不醒过来 韩国人将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一个国家 他不是用他的武力 他也不是用他的经济 政治 他用什么 因为21世纪的问题要解决 只剩这个方法 大乘佛法来不及了 而且大乘佛法必须奠基在什么基础 孔孟学说之上 我很担心 五十年之后 国际法庭会有一个诉讼案 孔老夫子是谁的祖先 韩国人跟中国人打官司 各位朋友 谁会赢 你们怎么一口同声说韩国人 五十年之后 这个法官很有学问 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我们重食指 不重形式 来 我们现在看看 谁把孔老夫子的教诲 演出来 做出来 他才是道道地地的 孔夫子后代 我们稀不希望 在那一刻宣判之后 有十几亿人口 哀声叹气 稀不希望 不希望 男儿当自强 要有豪气 要支持 赶快让圣贤的教诲 在中国人的土地上 兴盛 起来 那我们接着要问 孔孔的学说 要落实在哪些经教上 才真正能挽回 这个家庭世界的劫难 一般人一想到孔孔学说 想到什么 四书五经 十三经 很多读古书的人 读了不少 家庭还是搞不好 当初我要到深圳去讲课 很多已经推展几年的 这些老师 他们希望说 请个老师来讲论语 来讲大学 来讲中庸 结果有一位徐老师说 这个蔡老师 这些都不会讲 只会讲地质规 假如刚好其他地方 有人会讲论语 那我就没希望 幸好没有人 这些深圳的老师说 既然没有 不然请他来说说看 我当初要去深圳的时候 心里面想 讲两天就保佛宽宽 快来回 真的是这样 因为 我们实在也很惭愧 所学很有限 是因为在海南 做了四个多月 有些小经验 我们也不能吝啬 应该要去供养大众 想说这小经验 两天就讲完 都打算好了 结果第一天讲完 那个课程就给我 一直排下去了 一讲就讲了半年 而且隔天 早中晚都给我排一场 哦 给我抄袭了 但是那波不是 预料之内的 刚好隔天 有一位师姐 带我去见一个校长 哇 那个校长讲一大堆 哇 他有多大的志向 让孩子两年之内 能不会背多少经典 后来我就把地址 几句经文指出来 不立行 淡学文 长浮华 存和人 这个校长是很名校的校长 他本来雄心壮志 我一把水就把他 啪 这个校长不简单 他本来滔滔不绝 我插了几句话之后 他没讲话 静静听了五分钟 他说蔡老师 你今天下午有没有空 我跟旁边一位邵老师 他是我的经纪人 深圳的事都是他安排 讨论了一下 好 我们把下午的事调到待会去做掉 这个校长又说 你晚上有没有空 你看很巧 晚上是他家长课程 来了好几百个家长 刚好被我碰上了 本来是他要讲 后来就变我讲 第一天讲课的时候 这一些老师表情很特别 第一天 应该也有个三四十位朋友来了 我一开始讲的时候 看他们的眼神 是很纳闷 弟子龟有什么好讲 要教小朋友的 听到最后 表情都很惊讶 哇 原来弟子龟 博大精神 对个人修身齐家 影响深远 听完以后 有一些老师过来跟我讲 他说 蔡老师 我还没听弟子龟以前 觉得我善根深厚 觉得自己是大臣菩萨的根器 因为经典说 若不往昔修福慧 于此正法不能闻 以臣供养诸如来 则能欢喜信此事 哇 我是无量节来 供养十方一切诸佛 善根深厚 听了弟子龟几堂课以后 觉得自己什么都没做好 各位朋友 是觉得自己善根深厚好 还是觉得自己什么都没做到好 哪一个境界好啊 哈哈 什么都没做到好 因为知道自己什么都没做到 叫什么 叫开悟啦 发现自己的过失叫开悟 改正自己的过失叫真修行 你才没有弹玄说妙 才没有虚度光阴 才没有自欺欺人 那学佛可不是在那里比 你吃素几年了 你学佛多少年了 我已经修十年了 边讲的时候头还抬得高高 真正修行有契路 修越久时间 越惭愧 越谦卑 这叫入境界啦 哪回去把自己修几年佛法 常常挂在嘴上 都会觉得惭愧啊 惭愧啊 大乘佛法 孔孟学说的根基所在 在地之规 下手处在这里 几个人懂得孔孟学说可以救 几个人又懂得孔孟学说 必须要从地之规下手才行 了解明白这个真相的人 太少太少 我到澳洲去最大的一个收获 就是看到老和尚列的那个 两年打基础 以敬业三符为基础 第一符 孝养父母 奉仕师长 落实在 弟子归种 我觉得这是无上的开始 回去之后就开始 自己学 进一步教自己的学生 就这样 经过两年多 积累的一些 小经验 才能够 拿出来 利益别人 要听话才行 你现在已经有 就这个世间的方法 我们也知道步骤怎么做 从自己开始改起 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 各位朋友 这四件事 是一件事 你的修身 真正做到位 你的影响力 自然而然 就推出去了 我们看 范仲淹 他把家 治得好的根源 在他一身 作走 在这个社会当中 每一个人看到他的家庭 都企而效仿 就达到 齐家 治国 还有平天下 当时候的读书人 都以他为榜样 风范 而他这个平天下 可不是平当时候的宋朝而已啊 平了哪里的天下 往后千年的历史当中 多少的圣哲人 多少的读书人 都受到他的精神感召 都把他的精神做出来 利益一方的天下 在日本 有一个小岛上 住着一群猴子 这一群猴子 他们主要的食物 是汁 蜂蜀 地瓜 很急 他们每一次吃以前 就拿着这个蜂蜀 往身上敲一敲 把它拍一拍 把沙子 沙粒 拍干净 处理好以后 再开始吃 突然 已经经过 很长一段时间的沉船 有一天有一只母猴 他突然起了一个念头 用这个吸水 把地瓜洗一洗 说不定会更好吃 他就跑过去把地瓜洗完 洗了以后咬了一口 边吃的时候面带笑容 吃起来买刷刷 真好吃 他的笑容 吸引了很多其他的母猴都走过来 然后也把地瓜洗一洗一起吃 结果大家吃完以后都面带笑容 整群的猴群 大部分都来 用水洗 只有一少部分一群 不愿意来洗 在旁边硬是不用水洗 然后呢 说有什么了不起 我这样也很好吃 都不肯洗 这一群 是男猴 而且是上了年纪 12岁以上的老男猴 这位朋友 猴子的社会 跟我们像不像 你看那个退休的人 五十几岁退休 女人会 大部分年轻好几岁 因为她的责任怎么样 放松了 心情愉快 相有心生 他们就走到公园 一个人也不认识 很自然就跟人家跳起来了 是不是 一跳起来没有一个礼拜 大家说 哎呀明天我带早餐来 啊后天我带早餐来 大家各显神通 你看 不亦乐乎 因为女人这个名利啊 沾得不严重 女人情比较重 他当了经理啦 总经理 哎放下以后 他不去 不去沾染这种名 那男人沾得比较严重 因为董事长 总经理 每个人看到他都要 鞠躬 要很恭敬 所以他习惯 这个腰不弯下来 久了之后就弯不下来 到一个新的地方啊 人家不主动给他问好倒茶 他不大舒服 就很难融入一个团体里面 看到别人好 那个傲慢心也放不下 就不愿意啊 去学习 所以你们去调查一下 那个退休以后 女人的平均寿命一定比男人长很多 当然 这些男吼是因为没有读过弟子规 假如 男人从小就接受圣贤教诲 他不会有这些傲慢的态度 他不会沾染这些柴色迷失 所以 他的晚年会更充实 因为 他会读圣贤书 很多年轻人会来给他请教 他会教学相长 智力化达 他的晚年会很充实 所以我们在座这些 长者 晚年都是最幸福快乐的 我们给他掌声鼓励一下 有一个不争的事实 我们所有办课程下来 女众差不多占八成 男众为乎其为 诸位男同志 男儿当志强 我们不能 这个其实都是有因因果果在 因为男人福报比较大 所以小时候吃的苦少 女人吃的苦多 吃的苦就会感恩 就会珍惜 那因为重男轻女 所以男孩子从小就被惯 傲慢就起来 福中有祸 祸中有福 刚好 这一个小岛上的河川 没水了 干掉了 这一只母猴 很聪明 她会举衣返衫 她就跑到大海边 去洗 结果洗完再咬一口 笑得更灿烂 为什么 还加了调味料 更好吃 在日本这个小岛上 形成了用水洗地瓜的好习惯 而其他很多的小岛都是吃地瓜 也都是只是敲一敲 拍一拍 并没有用水洗 当这一群猴群 用水洗的树木 达到一个量以后 有趣的事发生 其他所有小岛上的猴子 也开始用水洗 请问 这些猴子有没有无限电 有没有 大哥大 那他们为什么 这个善的念头 可以传开来 人的一个念头 虽然肉眼看不到 有没有影响 有 我在读 儒家的教诲当中 其中有一句 言语 君子之所以动天地者 动天地者 可不胜乎 人的一言一行 都足以影响天地之间 是暴逆之气 还是祥和之气 一个行为善 就起善的影响 一个行为恶 就起恶的涟漪 我们跟这个世界 跟所有的人 是息息相关 怎么可以不谨慎 自己的言语行为 起心动念 各位朋友 起心动念 影响很大 只是我们越来越不敏锐 我们小时候 回到家里 你的父亲母亲 今天心情好不好 你知不知道 你看我们都有经验吧 你爸爸有没有说话 都没有 当一个父亲 非常乐观 时时都是欢喜 面对人生 他的孩子一定乐观 因为情绪会影响 人与人当中只有两种情况 第一个 你影响他 第二个 他影响你 请问小孩子 有没有影响别人的能力 是有 可是他也很容易怎么样 被影响 尤其 一个人要学消极 很快就学会 一个人要学乐观 还真不容易 必须把道理明白 因为人生不如意 各位朋友 你的人生 人生不如意 十有八九吗 人生不如意 十有八九 是结果 原因在哪里 有因 才有果 因为大半的人 自私嘛 你都不替人家想 人家怎么可能替你想 一个人心胸没有打开 他的人生大半都是 人生不如意 十有八九 但是假如他放下自私 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 他走到哪是 四海之内 四海之内 皆兄弟 我们这两年来的过程 不觉得人生不如意 不觉得人生不如意 十有八九 是觉得人生 如意 是 长八九 不然我跟杨老师 两个人 到神州大地 也是 举目无亲 到了大陆 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 我们去拜孔老夫子 拜完以后 杨老师跟我 非常 严肃地说到 冠王三孔 体会到 中国文化的败上太快 所以他必须 建一个文化网站 让全世界有心的人 都能来学习 这个文化网站 叫大方广文化公益网 网址是 www.dfg.cn 可以当作大家 修学中国文化的一个 好朋友 好助手 上面 鲁道士三教教诲 相当丰富 老师说他要 建这个网站 所以他必须留在北京 他说 你自个回去海口吧 这位朋友 我资深一个人 还没出来以前 我爸爸就给我交代好 你就躲在杨老师后面 好好学习 学个几年再说 这是我爸爸 我临行前的叮铃 但是人算不如 天算 还躲不到一个礼拜 就要回去 自己回 古代的蛮荒之地 海口 各位朋友 假如你是我 当下你的脑袋 会有什么想法 还是会一片空白 在那个当下 我的脑海里 只有一句话 事不可以不红意 认重和道远 要人以为己任 要实时守住这颗仁慈之心 不要想自己 要成就别人 不义重乎 这个态度太重要了 要扭转人心 从自私自利 回归到 仁慈不爱 首先自己要做 死而后已 不亦远乎 因为十年数目 百年数人 教育的工作 是最不可能 立竿见影 我就 这样回去了 幸好 杨老师说 把我放 放去海口 自生自灭 幸好还没有自灭 还活得还可以 那时候 我一个多月以后 打电话回去 回到台湾 给一些亲朋好友联系一下 他们第一句话都问我什么 你们知不知道 你还好吧 我说 我用三句话回答你 第一句话 得不顾 必有灵 第二句话 四海之内 结兄弟 朋友说 你混得还不错 四海之内 结兄弟 是结果 因在哪 敬而无私 与人 公而有礼 四海之内 结兄弟 孔老夫子 把音都告诉我们 啊 处事当中 时时对人 恭敬千和 你走到哪 四海之内 结兄弟 当我们的存心变了 人生如意识啊 长八九 而人心要变 念头就要变 我们要了解 宇宙的真相 老上常讲 一个人一个念头 周遍 虚空 发解 怎么会对这个宇宙 天下没有影响 守住这个 纯净 纯善的念头 这一群猴子 好的念头 传出去的 其他的小岛 都受益 在人类的社会 很微妙的 有一个实验室 发现了某个东西 他很想 只有我知道就好 其他人不要知道 但是因为他知道的念头 怎么样 脑坡传出去了 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世界各地的 研究室 都发现这个东西 科学家后来 把这个理论定做 百批猿猴效应 一个善的念头 聚集到某个树木以后 他就会自然的传递开来 相反的 一个恶的念头 聚集相当多人 对社会就有非常负面的影响 各位朋友 我们现在看看 很多错误的思想 是不是充斥着这个世界 你看 只要我喜欢 你看这个想法 害死多少人 因为善的念头 意念 教会太少了 我们既然知道 弟子归的教会 恐梦的学说 可以救 家庭 社会 天下 那我们要当仁不让 要把这个正确的思想念头 发射出去 然后 去落实 用言行 动天地 我们 家一家 也有两百个人 这个理论叫百批猿猴 我们已经超过一百了 我们现在要来做 台湾的 什么 不是猿猴 第一批 第一批 了解 弟子归 可以救世界的 第一批善人 要把这个正确的意念 正确的教会 发出去 做出来 相信 再过几个月回来 我回来 一定会看到 很多的社区 响起的 朗朗的读书声 地子归 圣人寻 当我走在 大街小巷 我会热烈 热泪盈眶 感动的 不能克制自己 希望我 让我们第一批 种子教师 发光 发热 好 今天我们就上到这边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